缘于激情 缘于理想 缘于感悟 缘于执着 Bioconto干货日记大家好 我是秦南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第五期的 Bioconto干货日记视频的 这个练习曲系列的节目当中 那么今天的这个问题呢 相信是一部分同学会遇到的问题 有一同学给我发信息说 秦南老师我的声音呢 感觉特别的虚 我的老师告诉我是 气的声音太多 或者说声音闭合不好 这是什么意思 我要怎么训练才能让我的声音闭合更好一些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同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发声的时候会感觉自己 气的声音特别多 对吧 声音老感觉虚 唱的时候 老是感觉什么都抓不住 没有根或者是没有那个心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要知道啊 当我们演唱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拉着声带 它是有一个闭合的度的 对吧 两片声带这样闭合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贴得很紧的 有的时候是松的 那么如果你的声带没有闭合特别好 有松掉的部分 那么你闭合的时候它会部分 这个声带部分闭合 有一部分就会一直漏气 那么你气声音当中密度就会变低 对吧 气的声音会特别多 啊 和 我如果闭合特别好 我这样闭合的时候全部闭合掉 那出的声音一定是密度更紧的 对吧 啊 啊 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我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状态 或者说我应该脑子里头想着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首先我们大家要知道 如何做到好的声带闭合 我们声带最好的闭合是什么状态呢 大家知道 就你憋气的时候 我是为了让大家听到它 所以 有那个声音 但是我们往外憋气的时候 这个声带闭合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它完全闭住了 一点气息都没有的 对不对 我们气息往外出 闭合就是靠声带的 对吧 那么当你这个闭合 一旦松开的时候 这个声音就是闭合最完整的时候 出现的声音 密度是最高的 啊 啊 这个 密度是最高的 但是它也是最伤肌肉的 对吧 因为我用了特别多的力量 在这里头 这是我们说偏激的时候 肌肉闭合最好 最松的时候是什么 最松的时候就是我们 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声带完全分开 这样的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它的原理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 当我声带闭合不好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 类似于憋气的这个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能够帮助我们 声带闭合的更好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用了特别多的劲儿 在这里做这个动作 相信大家听过很多歌手 在唱的时候 其实也是这样 非常笔合特别紧的 对吧 都是这种 伤不伤声带 肯定是伤声带的 伤肌肉的 那么也不是健康的演唱 所以我们还是要 声乐是完全的关于一个度的问题 并不是关于有或者没有 或者对还是错 而是往往是一个度的问题 就是我到底要多大的平衡对吧 所以说声带闭合也是这样的 我们既要求它声带闭合要好 我们要那个密度 同时我们要流动的声音 所以说这个度大家一定要掌握好 好了 我们还是针对刚才 气息的声音太多怎么办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动作 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你先 我们可以说先憋气 先憋气 把声带闭合 再发声 这个在英语里面叫 clear onset 就是你的开始的第一个音 必须要是清晰的 不能是 我一旦 先出气 声带再闭合 容易有这种趋势 就我的声带闭合不及 那么我就需要做到 我先闭合 再出声 这样做 我们在做任何的练习曲的时候 大家注意 有这个问题的同学要注意 你在唱的时候 要注意你的第一个音 发音的第一个音 不管唱什么母音 你要保证自己先 闭合 憋气 阿 欧 先这样做 那么我们在练习曲当中 也有这样的帮助你 闭合的这个小的练习 是什么呢 我们就以母音阿作为例子 我们不唱阿 要唱什么呢 前面加一个B 唱巴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个B的音 要强 我们是通过它 帮助我们 不能说憋气 叫阻气 发这个音 大家试一下 我们还是下行的 收发密尔头 这样唱 但是大家注意 B的这个音 一定要强 先别气 来试一下 对 对 对 好的 对 来点感情 对 对 先煮气 先煮气 对 对 对 下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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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当你唱叭叭叭叭叭叭的时候 要比你唱 这个闭合要好一些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通过 这个动作 来帮助你阻气 从而达到你 我们说被动阻气的这么一个动作 那这样呢 你的声带闭合就会相对的好一些 大家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效果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Biocondo刚后日记的节目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Biocondo刚后日记 我在这里 拜拜 Biocondo